排序的话要怎么排序 比如说我希望最后帮我递减排序 或递增排序 那其实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怎么 最后做完之后加这一行就好 那这一行怎么 比如说我今天要递增 递增的话 特别之后 第一个你跟他讲说 你要这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 所以我们记得 第一个就是把整个选取起来 那整个选取起来 怎么告诉他全部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游标先放在 这个范围里面的其中一个储存格 那大家一般习惯用A1 当然你这个不一定放A1 你放B1这些都可以 放任何一个地方 范围里面其中一个储存格都可以 然后把它全选的话 就有一个属性叫Current 这好像之前有讲过Current Ratio 这个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范围Ctrl向右向下的意思 所以这个还蛮方便的 或者你用Ctrl向右向下 或者你用Range 然后A1到L2500 其实就等同于Current Ratio 不过有人说你固定范围 将来在撰写程式修改不方便 这个比较弹性大 因为它等同是自动帮你去侦测 所以这个属性一定要记得 那我要针对这个选选之后做什么呢 做排序 所以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说你要针对这个范围做什么呢 Source 所以你就打一下Source 它是一个方法 因为要排序 等于是一个动作 那Source后面的话 你会发现空格 它就会告诉你一堆的参数需要什么 不过其实最重要就两个 一个是你要根据哪一栏 不过通常 第一个Key1 就是哪一栏的第一个储存格 所以通常我们是给Range A1 意思说我要根据A A栏排序 就是Range A1 那意思类推就是如果你是B栏就Range B1 意思类推就是哪一栏 就是哪一栏的第一个储存格的意思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要怎么排序 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打1 其实它这边1的话是地增 2的话是地前 不过你会发现我打1 1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XL ASC 这个ASC Ending OK 那底下的话DSC Ending 那当然一个是1一个是2 你打1 这个是地增哦 或者你打这也可以 或者你打1 1 或者是打刚刚那个都可以的 斗点 其实它会跳出来 你斗点玩 它也会提示你啊 那我们干脆如果地增就这一个 地减就这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要让它什么 变成地增的话 越来越大的话 那就这一个 OK 那当然如果因为它现在已经跑完了 如果它4的话 你可以Ctrl C Ctrl G Ctrl C 然后再Ctrl G的话 它会跳出什么 它会跳出即时运算式窗 在这个底下 然后把它拉下 因为这个可能宽度 其实就是这个即时运算式窗 还是在跑 我看一下 Ctrl G 你可以把那个指定贴上去 这怎么出不来 快掉了吗 没有它在下面这里 在这里 OK 它可能跑太下面了 好 这样子 好 如果我把刚刚那一行贴到这里 当然你 我们之前有教过是按问号 这个是指 就是把里面产生的结果秀出来 但是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要让它执行看看的话 那你直接就不用问号 直接让它run 我们看一下它被递 现在这样是应该是递 减 那我现在变递增 按Enter就可以了 Enter 你会发现 它现在马上递减了 如果你要递增的话 你就这样 再把它改这边 逗点 然后后面的话它会出现 这个 向上向下 或者你记一二也可以 Enter 递增递减 OK 但是我看一下刚刚是不是有没有什么 递增 这个是递增 Enter 但是 会有个问题 所以 如果说呢 那个最后还有个 它也没有黑的 所以第三个好像要给 这个如果是 递增 我改成递减 然后递点 第三个要给它一下 第三个 应该是黑的 应该在这里 黑的 所以 它的顺序刚好不在第三个 第四个 它在后面 所以你可以 这可能要自己打 那个参数名称 黑的 黑 这 dr 然后冒号等于 它会出现 就是有没有 上面有没有蓝的名称 你当然记得你不要让它gas 让它猜猜看 你要猜猜看有没有 然后猜错怎么办 一定要是yes 所以我们就是应该要让它先排回来 再把它加上去 排回来 这个OK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加上去 有没有yes 在这个地方再把它改成 这个 递点 这边的话就是 刚刚这个地方如果不加这个 就是header 等于 那个yes的话会好像会错 enter看看 这样就有没有 你会发现 加了这个 它这个就保留了 那因为前面这两个参数 是按照顺序 所以前面可以不用加这个名称 那因为这个的话 它是 很后面的那个参数位置 所以哦 你不能不加 你如果像这个地方 假如说你把这个黑的帽号等于拿掉的话 enter看看 会不会成功了 参数不效 有没有看到 所以特别注意哦 以后如果说你要了解传什么东西给他 很简单啦 其实我很多东西都不用背了 我都没有特别去背他 我就什么 sort的空一格 他就出来了 那我就参考 另外如果说你对于那个什么 你要该给什么参数不知道 没关系 把它back回来 按F1 他就会有参考 有没有 每一个每一个 12345个要怎么传 不过你会发现 它上面写的东西说 你慢慢要看懂的话 那很多 以后你也会用它 即便你完全没有 你看懂就OK了 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的这个sort的方法 然后我有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有再加上这个地方 所以是最后面可能还要再补一下 这个如果没有加刚刚那个东西 它应该也不OK 所以一定要记得这个 然后逗点 我们如果递增 后面的话记得就逗点 再加一个 其实我习惯打小写 为什么呢 因为你移开如果变大写 那表示是正确的 yes 有没有移开变大写 所以记得这个是一定是必要的 那也就是排序 将来就是说呢 一定要给至少三个东西 否则会出错